大家好我是唐叔好久不见了啊 等了N9 上次来的Gladiator没抢到就被卖掉了当天 所以 这是一台第一台拿到的还是个运动版好吧 咱们就先去试驾一下完整的评测晚点看吧 Let's go试试看还是个手排的 好的 我也看不到荧幕啊就用手机随便拍拍吧 赶快第一时间去试一下再说 凳子调的这都一样的 方向盘前后上下OK 这是改管之后比较喜欢的地方 S的话都有蓝牙了 电窗至少电窗电锁对吧 试试看了今天讲讲试驾的感觉主要好吧回头完整评测再做 好的咱们现在安静一下听听这个车流的噪音吧 现在时速是 90来公里吧 觉得还行就是木马人的那个水平 不会说超级安静 但是我觉得能接受了 是OK的 好现在来点转弯了 跟SUV的感觉差不多 轴体场点还是很稳的 刚刚转速是75公里以上的转速 比老的JK那好太多了吧 这个弯还挺急的 完全没问题 两边弯的很轻微 大家可能能看出来一点从视频 现在再来个弯 这条路过来就是我比较喜欢可以 试试加速的地方 OK 加速 不错的 没问题 没问题 很平顺吧 我们一般很多喜欢说 四驱车嘛 就是6缸就可以了 V6的这个是最好的 因为你扭力太大了 也容易打黄 这个没问题 那么最 可靠的这个V6引擎 Panel 3没有什么问题 不知道这个手牌我怎么觉得开着 还挺顺的 原来SUV我就觉得很不顺 这个蛮顺的 手牌这个有启停功能的 放在空档 踩着刹车它现在关掉了 启停功能 那这样可以进一步省油吧 因为手牌一般六速也到头了 不可能搞个八速啊 那你就想别的地方捡 这个省油 第一这个车也肯定变轻了 第二的话呢 手牌或者自排都可以有这个 就是可以启停功能 最后一块试试呢 就是回停这场这里正好有个小路有很多speed bump 而且是 就是那种减速带 而且挺尖的 所以咱们试试避震的感觉 那轴距长的 这种过咱们木马人都不减速 那这一点就是新款的这个做得好很好的 哎可以啊 格拉迪的不错的 哈哈 一个初步的简单试驾 这个离合要适应适应 但真的很轻 非常轻 感觉像没什么东西一样 哎这个要是看习惯了 确实 就没那么累了 帅呀 开的时候好不愿意在瞄我 这个东西啊 反正在2019年吧 都是比较抢手的一个东西 也等了28年看到的一个啊 那拖车组肯定要选上了 这个Tono Kava我都觉得先不要选了 将来有 有这个有吧暂时用着的 然后到时候有产品买硬的 买结实的那种这种东西 那么回事 哎呀 这个小斗的空间 唐大叔琢磨的是 你看这个很像个trailer的后面对吧 把它完全改成一个厨房 再加帐篷 这里可以拉出来 弄厨房的东西后面 再弄两个腿啊 大家看不到啊 可能看到一点点 最里面有几个 轮子的感觉 这是Dirt Bike 可以放两台 然后这个呢 它是有了几档 可以把它 挂在那里面 它就是这个角度 这就可以放两台Dirt Bike 那不然无耻 它本身是放不了 好吧 这都官方想好了 嘿嘿嘿 可以可以可以 Good 还有缓降 对啊 小细节都不错 哇 我还没订阅记得赶快订阅了 喜欢这个视频的记得点赞 如果不喜欢呢 就不要给我差评了 下面留言 这个视频引出的话题 大家可以跟我分享 跟大家一起讨论 然后呢 当然了 如果你住在温哥华 或者温哥华附近呢 可以找汤纳书来买吉普 支持下业务 广告的话就这么多了 还是 好吧好吧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是白石木玩唐大树 我们下回再见了 拜拜